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8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五 早一陣子 孫孫介紹 香港的美成月餅 每個人都說了 美成月餅是什麼 原來 香港美成月餅是一個名字 是一個牌子的名字 它不是在香港生產的 而是在廣州生產的 我們已經跟大家說過很多關於大陸 專門模認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名牌 各行各業都有很多香港公司 包括 香港周六福珠寶金行 原因就是他們不可以 或者不敢把他們的真正出生地寫出來 所以就模認香港 這個是中國人的特性來的 就好像那些什麼老牌的 八年老店 然後一出現之後 隔壁就開了很多假務 假務也不止 這一次 假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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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務也是假務也是假務 現在又來了 小紅書又介紹 香港彈卷界的ERMAX 即是外馬士手袋 彈卷界的外馬士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好東西 即是 貴族級的好東西 那是甚麼 上水美元 上水美元 深水埗歐羅 有沒有紅磡的人民幣 上水的美元 跟美國的美元有甚麼分別呢 很大分別 上水美元 原來是一個 手工製的彈卷 其實 只看他 那個介紹就知道那些是大陸貨 因為 香港 不會把 這個 牛油是稱為黃油的 手作黃油味彈卷 其實就是牛油彈卷 但是 香港人就會寫牛油彈卷 而大陸就會寫黃油味彈卷 然後就寫著 用簡體字寫著 香港飲食業管理協會專業顧問 世界吉尼斯中式點心廚王 除了用簡體字之外 吉尼斯也是大陸的 很明顯 這些 就是大陸製作用來握大陸人的 所謂香港名牌 這些多得不得了 這次又來 而且還是小紅書 很多人都說 逢是小紅書寫的東西 介紹的東西 通常都是福 通常都是穩笨 到底是不是真的 的確是 因為香港 雖然 已經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在大陸人的眼中 尤其是要騙遠一點的地方 廣東省以外的地方 對於香港 其實 還是很陌生 這些 聲稱香港的名牌 主要是要騙 廣東省以外的人 去到福建 已經有很多人來過香港 不要再說湖南 湖北 山西 山東 江西 浙江 浙江也不是很多人來過香港 所以 地方那麼大 江浙一帶 是會多些人來 不過 沒有來過的還是佔多數 所以 這類的假冒香港的名牌 就經常 在大陸出現 而且越來越多 香港人也是第一次聽 為什麼ERMAX 說得那麼誇張 所有東西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之前的美城月餅已經流到滿城風雨 你只看他賣價 你就知道那些都不知道給你什麼東西吃 那些包裝漂亮得不得了 是不是 根本就多得不得了 好了 我們看到這次 介紹人叫做鄺錦洪 他說他是世界吉尼斯中式點心廚 我也有看過那些影片 究竟是甚麼筆水抗錦洪 我們 在網上找到的 香港經濟報道報的一篇 文章 日期是8月5日 這是一個 網媒來的 當然 這些有甚麼規模呢 都是親共的媒體來的 他就說 香港點心從業員協會創會理事就職典禮 即是今年剛成立的 這些類似雞棚的組織 實際上 也是可能是業內的人 自己圍內搞 這傢伙也在網上就開始一些TikTok小紅書那類的帳戶 介紹自己 說自己是香港的廚王 點心廚王 也是飲食業管理協會的專業顧問 聲稱 這些是香港封閉 香港封閉 他說 這個上水美元的彈卷 在大陸的電商平台京東有得出售 朋友說 這些是香港點心大師主理 實際上 香港真正 是這些出名的 我們看到在北國賣的彈卷 鳳城 這個跟上次的美成月餅 可以說 是一模一樣 也是假的 當然香港人當然是很熱 根本還沒有聽過這些牌子 香港人也不懂的東西 這是甚麼來的 對於 大量的香港人 實際上 是為了 欺騙大陸人 在這裡搭很多雞排 完完全全就不是那回事 你想想想 真正在香港 其實大把這些店舖 你要創辦也好 你要自己去做也好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一聽就會 你一搜尋在香港 就會穿布的東西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的目標 是騙大陸人 所以香港這塊招牌 也可以說難船有三斤釘 也值一點點錢 不過 我們看到的行為實際上也是十分之 覺得很不開心的 每一次 出事的就賴香港 以前 導遊阿珍帶的記憶由心 根本就是一家大陸的公司 用香港的廉價油騙大陸人下來 然後就請大陸的刀手帶他們去 大陸人開的 禮品店 珠古力店 鑽石店 珠寶店 進行集體中央屠宰 拖完之後 不讓他們吃飯 又說要他們遺棄 根本就全部都是大陸人內鬥 結果 就影響了香港的聲譽 這些食品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到底會不會吃壞人呢 沒人知道 但是 如果有人吃了肚子 出事 就一定是賴香港了 你看香港啊 專門是靠害的 沒有一件事是好的 每次香港就背著這隻黑鑊 吃了死貓 所以呢 根本這件事是一定要嚴懲的 我覺得政府 要用東西都要出來澄清 沒這回事 買香港品牌有線 代大陸的宣傳 全部都是假的 那怎麼辦 大陸的 大陸人也一樣 他們很崇尚香港 或者很崇尚外國 因為中共的食品安全有問題 只要標榜在香港 人們就覺得有信心 慢慢的 我覺得 遲早也不會有這個信心 香港 很快被他們搞死了 所有吃得落口的東西 雖然上次美成月餅 還未說吃死人 還未說出現了甚麼問題 你怎麼知道裡面有甚麼成份呢 批發價69元三合 包裝也到了40元 剩下的20多元 你覺得給甚麼你吃呢 還要算賺價 很多時候我們做生意 做開生意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我們搖頭 這些擺明是害人的 這些是坑尼的 但是為甚麼中國人專門做這些東西呢 好 重要呢 是 將污水潑在香港身上 叫做黑狗得食 白狗當災 你就是偷人家的東西 你就是去騙人家 然後 人家一說到 留下那張卡片就是香港的 很多這些事情 那些騙案 那些 假冒香港公司回大陸騙人 然後人家來香港追債 根本沒有這件事 這個人在香港也沒有人認識 根本就是一個大陸人 真的多到不得了 我們最近這10年8年看到很多 你看到 在中環中心裏面有很多大陸公司 有很多貴的傳銷 甚至乎是詐騙 老千 租過寫字樓很漂亮 李嘉誠的地方 我們租到的不是那麼惹小的 當然是誤導人家啦 樣東西也是誤導人家啦 不過地址真的是中環 中環中心 製造了 裝修的棚很漂亮 你去到以為真的是真正的東西 投資了錢下去 結果 那間公司 收購醜就倒閉 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見盡 在中環的不少美好的寫字樓 也有很多這些大陸老千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我們也覺得 經常有這些東西發生 香港 經常被背負 被人 利用 名字 出來騙人 這個 主要大陸人對自己還是上心不足 他自己沒有獨立的民族品牌 沒有一個信任 除了沒有信任之外 還喜歡做假 這個才是他們為甚麼會相信香港 他們覺得香港不會做假 結果 就假冒香港的牌子 你想一下 中國人其實真的是專門做這些東西 你說鬼佬有沒有做呢 不敢說沒有 不過肯定很少 真正會做這些事的人 我想 亞洲區也可能偏向是亞洲 或是亞非拉拉的第三世界地方 所以 香港人 這次又要甚麼一次 什麼時候不知道有其他東西呢 總之 什麼壞事都怪在香港人身上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遲早被大陸人玩死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